好 那麼李長舟 到底怎麼樣到現在情況不明 他今天請假 請假 到底接受就是說賴清德慰留他 不准辭 他接受 沒有接受 不知道 不知道 到底怎麼回事 他為什麼要此事真的狠氣 覺得江啟臣諮詢他說 你是不是放棄國民黨 他說是 然後李彥秀說你是邱冠 我不接受你這個侮辱 你後來下午 昨天下午3點半 開了一個記者會 發表一個聲明 說立委這樣子侮辱他 侮辱他的父親 侮辱他的家祖先 我看不出來哪裡有 人類立委沒有說你家教有什麼問題 你爸爸都沒有講 只是說你 你的政治態度 是他借題發揮 因為傳出來說他5月就跟林權請職了 還是到底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不知道 這個事情整個拉動去末 從榮民 榮眷 基金會 董事長選舉等等 一路下來了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來龍去末 我昨天已經有跟他通過電話 李翔中沒來立法院備詢 到底是請假還是請辭中 院長跟退府會說法不太一樣 當然今天他請假 可能是心情還沒有平復 他是請辭 只是賴院長已經表示不准辭 到底李翔中 為什麼氣成這樣子 說他求聚有人說了 是因為軍人年改或是這個 還有就是退育軍的年改 心力交瘁 說董事長的改選 董事長董作的改選 只是導火線 好 那麼到底他的辭職 全文是這樣 他說 求官的不白之冤 不僅污蔑了他個人 傷害了我的家族 更捏了我 更侮辱了我的先祖 有那麼嚴重嗎 我真的覺得人家沒有侮辱你 你不能去給他戴帽 說人家侮辱你的先祖 人家沒有侮辱你的先祖 只是問你 問你而已 沒有講到你家庭 然後賴院長予以未流 說不准辭 不准辭 李翔中他的經歷是不錯的 特別在馬英九任內是重用他 我們看 在李登輝時期 他那時候可能比較年輕 他當了飛彈指揮部指揮官 這是很優秀的單位 然後又做了李登輝的副市衛長 然後到了陳水扁時候 讓他當電信發展室主任 國防部 那是非常重要的 是包括監聽什麼都屬於 他這個電信發展室來管的 國防部電信發展室主任 然後彭皇部指揮官 國防大學副校長 到了馬英九時代 那是重用他 你看馬英九叫他憲兵司令 然後副參謀總長 陸軍司令 就是以前的陸軍總司令 現在只有叫陸軍司令 國防部副部長 國安局局長 所以他的資歷是非常完備的 還當過國安局局長 你問我 我認為他應該是 非常穩定的 非常沉穩的 然後不會因為立委一兩句話 就動怒或是搞到氣的 要掛官求去 應該不是這樣才對 在蔡英文的時候 讓他當國策顧問 然後從國策顧問 把他請出來當退府會主委 他資歷應該是很完備的 到底為什麼搞成這樣子 來 陳大人你先看 我覺得不但資歷完備 而且一生顯赫 做一個武官 能夠達到這個境界 我想比你要強得多 但是我要是他 最後他不應該去當退府會主委 這個有點降格 也不見得來 退府會是不會手掌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跟以前相比 是可以不幹的 是可以不幹的 也不見得來 就是他的位子 他內閣 他跟國防部長是同位階 這是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 我認為他這次是反應過度了 因為兩位國民黨委員 問得也沒那麼兇 我覺得還好 而且你反應還把自己的祖先 八代統統搬下來 因為這要是老美的話 他才不在乎的 你侮辱他的媽媽 他也說只有我媽媽高興就好 所以這個是很奇怪 人家沒有侮辱他的祖先 沒有 如果有的話 是不應該的 沒有 我覺得他是恐怕 本來就想要求去 已經厭倦了 所以找個機會就下來 顯得就是很冠冕堂皇 但是我覺得有幾個地方 是值得大家藉這個機會檢討的 因為你看牽涉到我們的憲政體制 我們所謂總統管的那三塊 國防 外交 兩岸 都是所謂老男男都在這三塊 所以就是民進黨 不管你幾次執政 如果是內閣制的話 你還不敢吃這三個位子 所以你覺得是小英心甘情願 非要老男男來管這三塊嗎 他不得已而為之 高維 你怎麼看 我覺得先講你想要這個事情 透著很古怪 因為如果他說要求得 他本來就想走 然後想要求得一個很好的下台階 求仁得仁 這也不算是一個很好的下台階 不算 這個理由不太好 譬如說好像是被侮辱 而且我們被侮辱的那個話語 剛剛我們大家討論起來 就覺得說這個話語在立法院 不算是很Over 所以 民進黨 黃偉 你看民進黨委員 那是怎麼罵國美的官員 這算叫侮辱嗎 剛好而已 所以怪 所以說怪 就是你要找一個好的下台階說 我要功成身退 求得一個好的令民 不應該這樣 這個也怪 所以我倒覺得 寧願說到時候 這個官部拿出來的案子 對退役 退役軍人 我不滿意 我就走人罷 我花官求去 政務官說我走走人罷 所以說剛剛那個 審學長說官免堂皇 這看起來不官免堂皇 所以為什麼走 這讓大家透著疑問 所以為什麼才有各種的說法 我倒覺得讓他走了這個導火線 就是這個榮民榮院基因會 引起的這個問題 以前我在行政院 我有主管過一個法律 叫財團法人法 這事實上是一個 長久以來老毛病 榮民榮眷基因會 他如果知道他的裁員 他裁員事實上按照法律 他還包括榮民榮眷的遺產 如果處理完後事 會繳到這個基因會去 所以這個基因會 有榮民榮眷當代表 而不是完全要由官方來主導 是一個很合理的事情 這一次人家董事選出來之後 依法選出董事長 這個人還被幹掉 難怪起這麼大的風波 突擊式的幹掉 就是說通常我們公司法 如果你要換那個公司的董事長 或是重要的人士 你要發通知的時候就要告訴他 比如說我發了股東開會 比如說20天以後開股東會 你那個人事都要寫在議程 選舉事項 不能夠用突擊的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是不能動人事的 你是突擊 你怎麼突擊人家 所以官方政府如果說 我要佔多少席董事 那是一回事 但是董事大家平等選出董事長 這個人要受到尊重 你不能這樣突然像我們主持人 這樣把他幹掉 我覺得這個事情 也許給李翔咒相當的壓力 最近他也許被罵得很難聽 也許心聲倦意 但是以昨天發生的這個事情來看 並不是一個好的下台階 而且我覺得其實 民進黨委員當然是維護他 國民黨委員對他很客氣的 因為我認為國民黨委員跟他 大家原來也認識 因為原來都熟 所以也不為以慎 尤其那個江啟臣 問了他說你是不是放棄國民 他說是 江啟臣說是喔 就結束了 哪有追擊 沒有追問 開玩笑 你讓我當立友看看 我要追問你是這樣的追問法嗎 江啟臣你對他很客氣的 李彥秀稍微重點 那也是剛好而已 我不覺得那麼嚴重 另外一點 他昨天黃偉 他們問他說不中立在哪裡 那個不中立我覺得很怪 說他 因為他是士官學校畢業的 他去替士官學校去 在南投 在另外一個地方 建立校友會 那士官學校畢業的人 退以後不都是農民嗎 不都是他服務的對象嗎 這個跟中立不中立有什麼關係 說不中立 這個違反了 所以因此把他幹掉 他這個有什麼中立不中立問題 是 要陳俊昌理事長下來 不需要任何理由 真的是不需要任何理由 那個就是政府成立的基金會 政府有規劃的人選 你就管你中不中立 就是這個士同政務 他沒有高在 位階沒有高到特任官 但他是政務人員 我就要讓你下來 只是問題是那一天的改變 他就是一個民間基金會的董事長 民間 政府成立的 民間基金會 跟我們要講的一樣 政府捐助的基金會了 政府捐助基金會 當然政府派人 只是問題是 過去不管是這個 像我舉個例子 這樣政府佔比較大股一點的 國營事業 或國營事業的子公司 孫公司 一向是政府派人 派人 然後董事會就造 官府代表的趙將通過 可是就是在退府會的 榮民 榮券基金會裡面 發生什麼 叛變 卻有人 我就高興 我就給你弄一個 我就對你不爽 兩個叛變 所以這個東西坦白講 政府就可以開大門走大路 我就這個人 不是我規劃的人選 我希望換他下來 我同意剛剛高委員講的 就是說我就譬如說正式的 我就要求召開董事會 議程寫清楚 我就要討論什麼什麼人事 一 二 三 然後就處理 因為政府董事實在占多數 但是我覺得吃相有點難看 第一個 剛選出來 你就讓他幹個半年 一年 看看表現怎麼樣 如果搞不好跟 輔導會配合很好也說不定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還不解一點 他怎麼知道要跑票 李文中還出來講說 抓到兩個跑票 換掉了 投票是避密投票 你還去檢查選票 難道是看那個指紋到底是誰 這很難看 你怎麼會知道是誰 就算知道以前國民黨的時候 跑票 這跟我們那時候 那選議長的時候跑票一樣 但是重點是 你不能講說 我覺得其實我同意秘密投票 但我不管抓不抓到 我就要有A 我就規劃A就是A 這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寧願向黃偉這樣 就說好 這個人不是我規劃的 沒有理由我就把你幹掉 而不是邊一個理由 說因為他去設立那個什麼 入軍士官學校的校友會 所以把他幹掉 這很難幹 我也不懂 國民黨也沒叫你退黨 國民黨只是說你停權就可以 你為什麼要退黨 是不是這樣才 不是這樣不注意 向民進黨表示忠心 非要這樣才表示忠心 我不知道 來 黃偉怎麼看 因為去年蔡英文組閣的時候 裡面不是有很多藍男 就是裡面也有很多國民黨籍 除了李祥舟之外 對林碧昭 還有李大偉跟馮世寬 都有這個黨籍的問題 當時確實國民黨內 也有這樣的聲音 就是說這個蔡英文組閣 過去就有談過 就是是不是應該黨進黨出 如果你也沒有經過黨的同意 然後去當閣員 這個黨籍的問題怎麼處理 所以其實這幾位 李翔舟是主動申請退黨 馮世寬跟李大偉並沒有退黨 他們現在只是停權的狀態 所以那個時候李翔舟早早就辦了 直接申請退黨 其實那時候大家很多人 也覺得很突兀 你知道嗎 就說是不是有的人覺得 不退黨不足以表達忠心 確實也有這樣的聲音 這樣看起來這個人個性很極端 就是要不然就是那樣這樣 這不曉得 可是你看 因為他在歷任 不管是藍的執政 綠的執政 他都擔任重要的職務 都很重用他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基本上在從當官來講的話 他確實是很穩定 他也不是 能力也都被肯定了 我認為他不像是極端的人 我老實說 昨天表現得很極端 對 昨天表現 而且你說有沒有侮辱他 我真的應該要還原一下 因為江啟臣當時就問他說 那你是不是因為 你為了要當官而放棄而退黨 他說是 他自己說是 結果江啟臣沒有針對這個問題 繼續追打他 江啟臣好像都愣住了 然後我不曉得該怎麼問下去 所以就變成是 江啟臣對他事實上是有手下留情 後來李彥秀是針對 針對就是他在講到 榮眷那個 榮民基金會的陳俊生 因為你詳奏自己說人家說 因為你成立這個校友會 有行政不中立的問題 所以李彥秀問他說 那你自己有沒有參加 你的陸官的校友會 他說有 我每年都參加 他說那你參加校友會 就沒有行政不中立的問題 那人家希望能夠協助 來成立校友會 就有行政不中立的問題 然後所以就延伸說 我覺得你這是在求官之類的 老實講你這次有很侮辱他嗎 我認為就是說 你今天要幹掉一個 不是原來你規劃的 這個榮民榮眷基金會的董事長 你用一個行政不中立的大帽子 扣人家 難道不能被討論嗎 因為你今天講的行政不中立 說實在 真正被吾吾的是陳俊昇 沒有 又被吾吾成不中立 又被幹掉了 對 而且還有 我要特別講這一段 什麼叫做行政不中立 因為還有民進黨的立委說 說他跟洪秀柱照相 是行政不中立 什麼叫行政不中立 那我請問你 顧立雄來 顧立雄去參加民進黨智庫 在那邊開討論會 然後跟所有的經貨公司 老闆在一起開討論會 只有我們行政不中立的問題 蘇嘉全去參加蔡英文 專門宴請民進黨立委 明顯是民進黨自己內部的活動 請問蘇嘉全 有沒有行政不中立的問題 行政不中立 你怎麼可以有兩套標準 這當然應該被討論 而且洪秀主席 已經不是國民黨的主席了 這是一個 我同意這一點 可是民進黨 其實不會那樣小鼻子小鼻子 大家只知道 彭淮南到現在還是國民黨 而且沒有聽權 我們也沒有講說 彭淮南就怎麼樣 總裁本來就是獨立 不會這樣子 所以 韋哲委員 請問一下 陳先生有沒有行政不中立的問題 沒有 行政不中立的問題 就不要隨便給他口罩 我還是覺得李翔中很奇怪 昨天整個 要怪 你怪他自己 你答選得不好 當張綺晨問你 是不是放棄國民黨 他也可以講一番道理 我是為國家做事 我為榮民做事 我爭取了這麼多事情等等 你也可以答覆 這樣的話 也可以把你要講的話講 你自己就一句話 是 你到底是怎樣 立委也沒有不讓你講 今天如果這樣子說 你不要再講 我不准你講 這是我的時間 沒有 你就解釋 也沒有 然後最後說人家侮辱你 侮辱你還侮辱你的家族 侮辱你的先祖 這講太嚴重了吧 怎麼侮辱你的先祖